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实的一切不过是历史上的重复 那今天的罗马人再次重现了两千年前 因为耶稣被杀害而遭遇过的大瘟疫的犀利 完全是一种生命感悟中的理念 在看待眼前这纷乱繁杂 甚至威胁人们生命的这历史的事实和新闻的展现 点击下面的链接 你可以免费下载这样的APP 那在APP中你只要订阅石头声音 那石头每天所制作的五个乃至到七个 甚至更多的节目 随时可以传到你的耳边 在未来 在世俗中 在今天的这种冲撞和无人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中 石头以自己的概念 以自己生命的理念 与你分享这未来未知的一切 感谢朋友们对石头的支持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头TV的石头News 这是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期节目 这个围绕北京城 围绕北京城着大火 整个北京城在内刮大风 京京济 北京天津跟河北 那我在跟大家分享那期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顺口说了一句话 我说以后人们会记住这天的 3月18号 其实当时我个人只是 只是一种感悟 你说一定有多么确定的理由 有 因为当时我们 在此之间跟大家分享的概念是 股市的大暴跌 对吧 股市大暴跌 那股市暴跌当中呢 其中一位亿万富翁 他是个著名的投资家 在美国的CNBC的采访中 他一再强调 他一再强调地狱已经敞开了他的门 好像要把所有的人都收进去 所以他就讲说地狱已经来了 那地狱已经来了 那意味着人们面对地狱的这种概念 其实无力而为 他当时推荐的说法是说 整个美国杀当停止30天 股市关闭 他说后不久 那到琼斯股票的交易所 将历史性的关闭他的交易大厅 大概从23号 今天 大概他说是从23号 明天是20号 那也就下礼拜一 美国交易所的 美国道琼斯交易所的这个 大厅将关闭 一切全采取电子交易 原因就是在 道琼斯交易所的里面 有两个人被确诊 是感染了 所以那对于其他人来讲 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历史性的事件 那么昨天再跟大家分享 说3月18号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时讲的一个 我只是那么一个感触了 讲的是习近平呢 叫什么万毒不寝 百毒不寝 他完全破坏了规矩 是从那个角度上说的 结果后来 时间凳凑在一块呢 感情感情在故事中 有另外一个故事在里头 有另外一个故事的原因是 归零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奇怪很奇怪的概念 这是18号 人民日报辟图 自豪说零确诊 那网友嘲笑他说 零检验当然是零确诊 这是人民日报的图了 3月18号 武汉新增零确诊 武汉新增一并列零确诊 湖北零确诊 湖北零确诊 31个省四日区零确诊 所以 绝不能让来之不易的 疫情控制 持续向好的形势发生逆转 人民日报还盖了个章 盖了账 这是人们说的 这是人民日报宣布的 也在3月18号 那老百姓嘲笑他是老百姓嘲笑了 那根本不检验 不测试 当然就是零确诊了 这个 这个 没什么可言 但我说的 他采取任何的方法 是他的方法 那我们看到的零确诊 是他宣布的 危险信号 这是紧接着 同样来自于国内的报道 武汉 病毒 尚未结束传播 结果就宣布 甚至归零 外界解读为 即将解除 解封 这个省 解除封省封城 但是在武汉第一县的医师 发现了再爆发的危险信号 这是武汉市出现的 所以这都是 我讲说的是 围绕了3月18号 13号17号都是个数 18号归零 我这个 我说这个概念是指 时间是个神 时间是个神 定数必然存在 咱们说的故事 是交故事基点在这里 增加确诊 社区感染 家庭感染 这个 在方舱的医院医疗队说 如果近期 这些病例来自于集中隔离点 或者是境外移入 那说明本地疫情控制了 可 可以渐进式的解除封锁 但社区又出现新病人 那防疫绝对是有漏洞 这是他 他讲的防疫 这是我们说 他讲的防疫的概念 也就讲 一线的医生 不认为 这是一个 零增长的概念 根本不是 16号出现一个 父亲是2月底号 他讲说 他作为密切接触者 应该已经被隔离了14天 他父亲2月底被确诊的 他隔离14天 超过了14天 但依然为什么突然近期发病 也就是说 最新的案例就是 已经突破了14天的概念 14天的概念 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说法了 所以病毒不会凭空而生 当局最害怕的是 没查清楚所有病源 会卷土重来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可以被视为一种危险的信号 所以这是一线人 一个医生 讲出了具体的故事 具体的案例 那针对的时间 还是3月18号 对不起 还是3月18号 那这是一篇有争论的文章 同样出现在3月18号 袁国勇 香港 川病 对不起 首席专家 他写了一篇文章 大流行 缘起 武汉 结果这篇文章呢 他被迫给摘了 这是BBC讲的 大流行 缘起 武汉 大流行是指 现在对武汉肺炎的定格 叫全球大流行 所以他就这么写了 17年的教训 尽旺 17年教训 讲的是 非典 我们知道 钟南山昨天跟大家分享节目 说钟南山自己也承认 他17年来 根本就是忙着挣钱呢 钟南山忙着挣钱呢 因为人家非典出名了 所以至于非典哪来的 当时哪来的和怎么回事 他 他说17年没搞清楚 其实他没想着搞 他只不过卖他小药了 对不对 这个 人手里有上百家公司 哪家公司不得有钱呢 哪家公司不得进钱 哪家公司不得保持 他的正常的运作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都有情可言 所以大家能理解 这里谈到 房间用了武汉肺炎 称呼很简单一名 那而 网传病源呢 源自美国之说呢 是毫无实证 自欺欺人 中共国的略根 人的略根性 是病毒之源 这是他讲的 没有当年的 雷厉风行的关闭的 野位市场是大错 如果战胜疫症 必须面对真相 而且明确讲 SARS 3.0 非典3.0 这个SARS 3.0 一定会重来 这是他当时 昨天的定论 所以 昨天 也是3月18号 他在明报上讲了 就是 发表这篇文章 讲了这番话 也就验证了我们说的 肺炎3.0 非典3.0 我们讲过 这个叫什么 这次武汉 非典是2.0 SARS 2.0 所以 袁国勇 是香港的首席病毒 传染病医学专家 是在 03年时 他当时成功的 协助了香港 帮指导香港 来尽最大可能减少掉 因为当时大陆的非典 而给香港带来的伤害 那当时 在这一次的病情 出现的时候呢 很多人把它称为 叫当年 香港人战胜非典的 这个英雄 这是袁国勇 所以 这篇文章引起了争论 国内不干 然后 那他 就几个小时之后 被迫撤掉 他讲的主题 这篇文章主题是这个 我的重点不在这里 我重点只是跟大家分享 袁国勇 讲了 非典3.0 将不期而遇 回到中国大陆 他认为是十几年 我不这么认为 我现在只是跟大家 罗列说 3月18号 是个特别的日子了 伊万富翁 比尔埃克曼 他认为 他认为 就是令人恐怖的 武汉病毒 是难以 就是说 依然在一种 完全的扩展中 扩散中 而且这种扩展 跟扩散 给人们带来的伤害 是致命性的 所以他就讲是 这个 叫做 叫什么 地狱 地狱 就是地狱 地狱在走来 地狱在向我们敞开了新闻 这是他当时 昨天在接受 这个美国CNBC商业电视台采访时 讲出这番话 所以当时他讲那番话呢 对市场的影响也蛮大 对当时的CNBC的主持人 影响也相当大 那这是他的描绘 所以他建议这个 关掉 关掉整个交易所 我这么跟大家说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线路 对不对 那今天的美国 再补充一下 今天的美国 他的感染 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万 他的死亡人数 今天早上是九千七百多 死亡人数今天早上是一百五十人 按照这样的速度的递增 那现在就应该超过一万了 他死亡人数到多少 不知道 昨天是六千四 今天早上是九千七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 所以这是我们 我想说的是 三月十八号 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事情 围绕北京发生的 这个大火 天火和这个 义和园我们拍到的那样的 人们拍到那种海浪 那以及 而对等的是武汉的 和湖北省的 零确诊 零感染 零死亡 什么都没有 全是零 以及对应的这个 袁国勇说的就是 非典三点零将重回大陆 那以及在美国出现的 2.0刚刚出现这种爆发式的 精英式的崩盘 这是我想跟大家讲的 三月十八号的 三月十八号它的概念 这里就三月十八号 大家解释过 子丑尹某 这个十二生肖它的概念 包括春分秋分就是 人们说的二十四节起 其实对应了二十四星秀 那二十四星秀是在最外面 那黄道十二宫呢 是指太阳 是指太阳运行的轨道 这黄道十二宫又对应着 我们人当中的子丑尹某 和我们十二生肖 子丑尹某呢 就是十二生肖的子丑尹某 以及人们说的子时丑时某时 其实都在其中了 都在其中了 那这是一个相互跌洽在一起的 与人的生命 完全天地人的生命 是形成一个概念 我们原来跟大家介绍 春分是真正一年的 如果你按照三百六十五度来讲 这是真正一年的开始 为什么讲这个 叫什么 石愁难过诸蜀年 对不对 这是刘伯温说的诸蜀年的概念 那蜀年早已经按照我们过年的概念说 早已经过了 但是真正在天象上 就是日月星辰行走的过程中 明天春分 就国内现在的时间 才是真正的蜀年的 蜀年计算起来的开始 但是呢 通常说蜀年是按照历春去算的 2月4号是历春 2月4号是历春 2月4号这天才是真正的蜀年 那过年 我们说过的农历年 有着它民间民俗 就是说 你可以往下走 那是我们民间的人用的日历牌 对不对 等到了 如果你用这个24节起来算 我们诸年蜀年的书呢 你对应的是 28星宿 对不对 你对应的是上下28星宿在其中 你对应的是我们现在的时辰 就是我们看到对应的黄道十二宫 那黄道十二宫 历春 历夏 这是前后对应的这么个说法 就像我们说 子时的概念的时候呢 是头一夜的十一点 到第二天的 凌晨的一点 这概念是一样的 可是真正计算时间呢 说第二天 是零时 所以春分是零时 我说的意思 春分是零时 那就像现在我们看到 这是子时 这是一个 它叫什么 它叫子午留住 可能是中医上的 或者人生养 中医那种 中国传统那种养生学说 所对应的 不同的时辰 对应着人们的不同的内脏 天地人是一体的 那子时呢 是这样 实际它对应的是 二十三点到一点 朋友说 你白过半天 到底白过啥 你到底要说啥 我说的意思 春分 明天才是真正 刚刚开始的 数年 时仇难过 诸蜀年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 大个的还没来呢 我真正要说的是这意思 我们现在看到的 在这个时代 时间前都是铺垫 我们将看到 将要发生 是真正进入了数年 它贯穿了整年 不太乐观 但是就我个人来讲 我是这么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5月13 对不起 3月13号 川普发布的这个 美国的 美国的紧急状态 那一个星 那正好是一个星期之前 一个星期之后 七天之后 是3月20号 进入了春分 那怎么说呢 我个人只能说呢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这是我们看到的过程 人人都在其中 定数呢 就是定数 这些古老的传统当中 在现代人 面对疫情的 纷纷的抗争的过程中 你会看到 他根本逃不出 那古老传统 预言当中的名书 我想讲明的是 这个含义在里头 那在中国的大陆呢 2003年 如果你看着 那是非典 那这一次 就是从2019年 到我们现在这段故事 看到它归零了吗 18号归零了吗 咱就按插子走 这一圈 这是2.0 那接下来 很可能在全球 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 大爆发了 在全球范围内 大爆发的过程中 你将会看到 回归到中国大陆的 非典3.0 病毒走到任何一个大陆 走到任何一个环境中呢 都相应的本地化 这是我们 我自己在跟随这个概念中 跟随节目 它的变化中所看到 就是它通常说的社区感染 通常说的社区感染 就是它已经找不到头了 就是回归不了它的源头 而是自己出来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没有水土不服 它可以路相随俗 那病毒在任何一个 大陆的环境中 在美国 在加拿大 在香港 它多少都会出现细微的改变 来适应这个地方的环境 我讲的是这个含义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昨天18号到19号 全球各地 在亚洲跟北美 都出现了这种爆发性 爆发式的增长 当然中共国归零了 那我才跟大家提醒大家 真正的鼠年 明天才到 而这个东西 是紧紧的扣在了 中共国 在这一次大瘟疫当中的 它的定数跟走向 还是那句话 好自为之 它的核心就在于中共 人是神造 如果你坚信这一点 当整个人类 140多个国家 150个国家和地区 在遭遇 都有了这种大瘟疫的时候 这是神的惩罚 可是我们在 风神演义中 我一再提到 昨天就一再提到 我说黄飞虎 为什么可以被 这个道德真君 透过黄天化给救了 原因就是 黄飞虎被陈铜 是用火龙标打的 而这火龙标 却火龙标的背后 那个 那个 陈铜的 师父教给他 那个师父用的 不是人中的道理 用了超过人的 生命的道理 制造的火龙标 所以一般的人 根本逃不了 只要他出手 必被上 但是 也正是因为 他突破了人的层面 所以 只要比他本质高的人 拿着相应的东西 就可以把他制服了 也就可以把 黄飞虎给救了 我想说的是这个意思 里面 在 在这个 黄飞虎一出昭歌 路过 勉池县的时候 应该是勉 那个字 路过 勉池县的时候 就提到说 他知道张奎的厉害 他就绕过了走 那后来 他死在张奎之手 而张奎 在杀掉 杀掉这个 黄飞虎 跟这个 重黑虎的时候 那他是一刀杀了五个 那个张奎 是一刀杀了四个 杀了五个 那他当时的概念是 张奎的马快 他骑的是马 是兽 就像脑子上有个鸽的 是一掐他 那个畜生就可以 以几倍的速度 出现在对手面前 所以当时就是 马快 这个 黄飞虎 根本没反应 先被杀的是 重黑虎 然后被 黄飞虎 这个黄飞虎被杀 所以张奎在杀掉 他们的时候 没用他的 他的盾数 没用他的土盾 他的盾数呢 相当快 但是呢 他的马更快 所以如果他要用他的 特异功能 那黄飞虎就有救 所有那些人都有救 如果他只用了 人中的功夫 没救 涛哥你说这话 啥意思 武汉肺炎 武汉非典2.0 他是有救的 他的有救 就是说 他的背后有着神的因素 所以你一定适应神 而不是逆神而去 当你逆神而去 那是死路一条 顺神而去 那就说 当人间出现大瘟疫的时候 一定有着大善之人 刘伯文讲了 有大善之人 在人间行大善 转变你的思想 转变你的念头 你就是在这大瘟疫中的一个 顺应天意的 类似得到者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